头部感染案例 2015年1月 5岁的克里斯塔贝尔的头部不适 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治疗 只能减缓疼痛 伤口却无法愈合 2015年2月18号 克里斯塔贝尔开始用原始点处理患处 志工先揉开头部原始点 并敷上浆粉 他也开始一天饮用两次浆粉 4月13号 头部已有明显的改善 大多数的疮都已愈合 克里斯塔贝尔说他感觉好多了 当天不要爸爸搀扶 能够自己走路 4月22号 他头部所有的疮都已消失 伤口完全愈合 前后62天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后续探访 目前他的头部已完全恢复正常 也非常有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